大家好,欢迎参加我们本周的教育业现场 我是Enlightened Education 班区办公室的Manager Allie 那我来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在高中期间移民美国 之后就读UC Davis 从事教育咨询工作 今年也已经有9年的时间了 在过去的9年当中 也陪伴和见证了我们很多亚裔学子的艰辛求学路 今年由于疫情的影响 各种新闻频出 大学招生政策也不断的变化 不管是孩子今年要大学申请的家长 还是孩子年龄小一些的家长 心里都七上八下的 所以今天由Enlightened的创始人 兼首席职业规划师Ben老师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今年美国大学好生了 你真的准备好了吗 希望能解答一下家长关心的问题 开始之前我来简单介绍一下Enlightened Enlightened Education创建于旧金山湾区 致力于将学生的个性天赋价值和目标 四个元素融合在一起 针对每一位学生的独特性 通过教育引导配合课外实践活动 来启发青春期的孩子 让他们顺利度过紧张而充实的高中生活 同时能够收获理想大学的录取 我们的一站式服务呢 涵盖一对一的大学申请指导 主机规划 AP Honors SAT ACT考试培训 还有青少年个人成长的培养 那基于对美国大学升学的深入了解 我们服务超过来自北加 30所高中的学生 包括南湾 东湾半岛和Sacramento地区 在南湾的Cupertino和东湾的Pleasanton都有办公室 我们坚信成长和进步才是教育的本质 我们会结合每个家庭的情况和孩子的理想 来制定专属的教育规划路径 让孩子在人生最重要的阶段获得最专业的指导 好的 那么话不多说 下面就有请笨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 这是今天的真的 那么先讲我的背景介绍 因为我本身的话学习特别差 出国的时候 年龄比较大 然后从头开始学 从语言开始学 从三级语言 就是ESL三级 就是学段落开始 然后基本上白纸一张 然后出来学慢慢 也是读了一个美国不错的工业大学 读了第一个硕士 然后现在再读第二个教育硕士 第二个就是现实的理想主义教育建成者 我们公司整体的理念 就是我们认为 我们既要帮孩子实现梦想 我们要考虑家庭情况 考虑每个家特殊的经济 还有财务的一些诉求 所以我们会地接地气 让孩子能够有一个谋生的技能 通常实行自己的价值 因为整个弯区的房价差的比较大 你像如果是我们跑好的家长的话 他实际上对财务方面不太考虑孩子 他更多希望还能追求内心 但我们发现 加州现在的这种教育倾向 比较让孩子忽略社会的本质 就是你怎么就业 怎么生存的问题 就让孩子只是追逐艺术形态 所以我们才慢慢总结我们的identity 因为也是家长帮我们总结 觉得我们比较接地气 然后也是比较尊重孩子 所以这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一个整理 第三个就是说今天讲座 今天是讲新闻 凭什么听我讲对吧 我又没有那种学者的背景 又不是一个大学的教授 是因为我觉得我个人来讲 还是比较喜欢收集信息的 你像我自己六个邮箱 除了工作 个人还有一些乱七八道邮箱 不同时间段 不同需求的 我从来没有垃圾邮件 我也没有未读的 我都会看 广告我也看 我觉得我挺喜欢广告上对一些描述 就是他比较精准的 能够用一句话来描述你这个题目 所以关注我们公众号家长也可能了解 我们有时候的话标题比较吓人 但是我们不会一定是fact check 我们不会骗人 我们的标题可能是比较扎眼醒目 但是一定是不骗人的 另外我本身是手机微信公众号有344个 我关注国内教育的通行比较多 还有一些做教育不错的 因为我发现 美国的同行 就像美国的牛肉和龙虾一样 东西特别好 但是presentation比较差 所以我也在学习 这次新闻也多亏了国内一些同行媒体 我觉得他们第一时间抢的报道 做得很好的分析 而美国 你就是一些主流媒体有些报道 包括一些higher ed education 我们付费的一个订阅 但实际上我们发现 研究的深度不够 因为毕竟不是他们的谋生手段 对吧 而另外一个身份 就是我是这个公司的创始人 然后这些团队成员的都是我五六年前的老同事 我们几年前出来一起创业 现在我们就是基本上有12个全职 还有几个建制的老师 我们的顾问全部都是全职的 然后讲到总题 就是说家长肯定很关心 今年哪些大学申请门口会更低 这个给大家说仅限于今年 明年就不一定了 明年会有很多变数 今年是有疫情的影响 经济的影响 还有中美关系的影响 还有大选年 所以非常不确定 所以我们推断成这些 我们排序的话是根据倾向性的 大家看一下 财务维京的中外公立大学 这需要急确实影响 密歇根大学这么好的一个公立 在东北部 他今年的话就是要损失 预测的损失在1.5亿美元 还是4亿美元 我一会给大家看具体的图 在这 大家看一下这个图 密歇根大学 2022年是4到10亿的美元 这个损失 它非常大 退学的也有 要给大家说明 密歇根大学的体育非常强 他的地方比较偏僻 所以他的体育收入非常大 他的篮球 橄榄球这些东西 所以因为疫情 他没法没法搞比赛了 而他那些教练几百万美元的工资 还照发 所以大家要注意 这个表里边是有一些多种因素 不光是学生的问题 还有他们投资 老大学里边他的资金 就他的捐款 公里也有不多 他也会拿来投资 股票的钱质都暴跌比较厉害 所以对他们也有影响 各方面 就是老多学校的宿舍 学生清空了 他不交钱了 对不对 那你怎么办 那你暑假的三门课的钱是没了 Ford也没了 所以大家再回到这个图里边看看 过度依赖国际学生的周外公立大学 这个如果家庭条件可以负担 周外这种公立的昂贵的费用 我觉得可以考虑周外公立大学 特别是有些家长比较在乎排名 我们是不太建议为了排名 去周外读公立 但是不排出一些家长 他条件可以 他说无所谓 反正我们私立也愿意掏 我们就喜欢排名高的 这个考虑考虑 另外呢 如果你们的小孩 如果去读外州公立 我的建议是读工程学院 或者读他的商学院 因为你在里边公立读 这种专业级的学院 他的待遇是和私立一样 小班值 资源非常的充分 所以这个是只能讲那么多 不能讲太西洋 因为每个case都不一样 第三个呢 要考虑一点 大家一定要注意 你不能因为这个学校 我看这个UIC中国人比较多 那我就升这个 其实不是 因为你要看你本校过去多少年 十年的数据 你们需要这个入读率多高 假如说 UIC你是不敢去某个高中 你们升了十个人 过去两三年 每年都升十到十五个人 录取大概五六个三四个 或者七八个更多 但是你们每年只去一个两个 或者有一年一个都没去 都拿着张包底 那我觉得对你优势不明显 因为即使大学扩招 他希望多新人 他会发那些offer 给那些入读率比较高的学校 高中 所以家长一定要注意这个点 就是这是一个综合考量 我们之所以把它简化 实际上希望大家能够在短时间了解这东西 而不是说简单的根据这个 规矩程度比例 或者他缺钱 就直接去选 他是有一定因素 但是一个综合的 然后呢 一地一地二的策略 就是今年有意义的学校一定会好路 这是不容置疑的 因为大学招生今年一定困难 所以呢 一地是那种你一定要去的 虽然一地里边有10%多的学校是不去的 但那90%还是去的哈 所以家长一定要注意 如果你要考虑一地啊 加上条件允许的话 一地 今年的一地一地二一定要看重 非常非常慎重 而且呢 时间也比较紧张 所以家长的话 不管是找机构 找我们 或者找同行 或者找那种 你如果价格不高 找那种freelancer自己做的都可以 我觉得要抓紧时间下这个工夫 然后专业片 我说这个比较绕啊 实际上就是一点啊 不好就业的那个专业比较好路 今年 给大家讲一个例子哈 我之前几次讲到也提过 阿拉斯加大学 阿拉斯加这个州很神 他们每个月每个公民呢 从生下来会发1000多块钱 加上你的大学基金 因为这个州有油 大量的页岩油 然后呢 这么有钱的一个州 这次金融物件的打击多大呢 因为它都挺公共的 对吧 而且冬天冬季的话 比较冷的这些地方的话 本来这个病毒就不好控了 它病毒的活性比较强 它呢 这个阿拉斯加大学 在阿拉斯加最大的一个大学 砍了40多个专业 其中包括社会学 这种比较主流的社科社科类专业 所以说 如果你想今年赶个巧 你还要学文科的 你可以打一些偏的专业 因为很多大学啊 今年它这个专业 都可能招不起人来 但它可能要砍掉 它陆续门口一定会离 这是大学最后一波 所以说 我就选了一个比较绕口的说法 难就业的专业 然后呢 我们看了看啊 哪些学校的 国际生比较多大家看看 纽维大学很恐怖的数据 一万九千人 家长不要被这个数据吓到 他包括了国际 他包括了研究生 他实际上本科多少的话 就是20%多 他研究生 可能国际学生的比例占到了 怎么到的40% 还在可能网上 是这样 国际学生家长千万不要以为 只是中国人 中国的留学生只占国际学生的 33.7% 不是那么多 第二大国是印度 而印度的留学生 主要集中在研究生 理工类为主 他们留在美国嘛 家长很多你们的同事 都是印度裔的吧 对吧 然后南加大 是吧 这个也是非常明显 他本科段没有那么多 但他研究生段也不少 这个数据这么惊人的原因 是因为他全部加在一起了 博士啊 那个硕士啊 本科都加了 本科相对少一些 但也不少 东北大学 这个很有名了嘛 因为东北大学的研究生院 是不太出名的 不太有人读 哥大 哥大呢 家长可能也听说过 哥大有几个水车 也给大家罗列一下 一定要避免这个雷啊 哥大那个叫啊 他属于文理学院的研究生统计学 硕士统计啊 这个是三五年前在国内 已经是很有名了 专门有个帖子讲这个事 说是多水啊 咱不能说水 但是他就是好路 我其实我朋友 有些同行也是 朋友也是做同行的 在南方 他们一个学生 一个普通国内 2加2的那种学校 3.23的GPA G2都没考 进了各大这种专业 统计 因为这个学校里边 他们曾经露过一张 那个学校的花名册 里边的90%是中国人名字 就直接是拼音 连种香港和台湾的平均都没有 你就想这个专业多水 还有哥大有个叫SPS School of Professional Studies 其实就算那个职业教育学院呢 他也是研究生院 他也挺好路的 所以说哥大这个是请回政权的 家长要慎重 如果你是碰到一个哥大的硕士上 你要看什么专业 哥大是挺挺夸张的 差距比较大 然后伊犁顿一向民呢 UIUC呢 很深这个学校 这学校工程依然很强 但除了工程之外的专业呢 中国人其实特别多 然后他今年打击特别大 因为本来就是州立大学 而且中部呢 本身经济就比较衰退 他实际上非常依赖国际学生 第六个就不要讲 第六个的话 亚利桑大州立大学 这个学校录取率非常高 他这就是比较 就是一般一般学生的保底学校 但是如果有一些家长 一些孩子 他的成绩可能就是3.0左右 他又想学工程 ICT还不错 活动做的也挺好 就是GP比较弱 可以考虑这个学校 这学校工程还是不错的 当地就业的话 薪资的话比硅谷可能低个10%到20% 但是房价的话低80%到90%非常夸张 80%有什么夸张 他的一个带游泳池的2500尺的房子 大概30万左右 而是一层的 所以说就是大家家长看 因为我们的家长 孩子什么程度都有 一会儿会讲到孩子的程度不一样 我们规划的方案也不一样 我们不会说是只拔高 或者是只是低分高度 很多孩子他本身的话 他起步就比较低 我们不能用那种 一刀切的方式来评估一个学生 另外就是这些学生 大家都看一看 然后我们在微信文章里边有发 回头可以加门微信公众号 可以关注我们这些干货文章 然后这个呢 就是国际学生集中的专业 整个在国际学生比大家看一看 我当年10年前我出国的时候 我曾经也是国际学生 我们那时候实际上商科为主 工程不太有人学 然后大家看现在分布好工程类 吸引了很多国际学生 这个也是专业 大家往底下越看好 国际学生越少的话 实际上和本 和我们咱们这个当地 美国公民 他们选择也很类似 你看文科的 他就是比较低 所以现在国际学生 因为出来整个水平比较高 国内国际教育 你看一个北京 大概15060国际学校 帮北京上海更多 就是现在学生的质量特别好 我当时出来的时候 这个东南北京上海的话 其实都是考试服 都没有考过100 所以出来要读语言慢慢来 但是我现在接触小孩 110左右的 这是很多很多 他们从小就是双语 而且呢 出来的这个家庭啊 老多是出来读美高 每出的都有 所以整体的这个声援确实有提升 然后呢 导致他们能够选这种比较牛的专业 工程和数学 因为这个是没法作弊的 你也没法偷懒 这些专业都是看GPA的 你去了学校 你如果学不下来 你就fail 所以说 家长要看的就是 我觉得国际学生 来一个最大的贡献啊 是让本地的小孩 看到了他们的一些优势 但是他们又身上一些问题 政治单就不提 就是说 他们确实很有优势 国内教育也非常强 所以我觉得挺好的 对整个美国大学 这个促进 就增加了很多diversity 因为一旦国际学生 语言没有问题 在思维上给这个课堂 很多活跃度的话 这一场课堂调论它有意义 然后哪些大学更难录取 是这样的 这次疫情呢 我看 昨天看了一个统计 我听见备课的时候 看了一个统计 就是说 这次疫情反弹 消费上反弹最快 你都想不到 是奢侈品市场 因为中国是先疫情控制了 美国和欧洲 我们不能做调研 因为他们还没有完全复工 在中国先反弹是奢侈品 这个很不符合常理 您会觉得 这种奢侈品非必需品 怎么会反弹呢 其实你仔细想一想 这种疫情 天然人或打击最大的 实际上是穷人 还有那种中产里边 就负担比较重的 为什么呢 他们就是靠薪水 他们一旦失业的话 也没有什么储蓄 因为他要养孩子 要雇房的 而有钱人的话 一般是有投资房 或者是他有自己理财 或者是他有很多资产 有生意 他掉不掉就是房东 对吧 就是他 疫情的话都跌 对他来说是没有影响 因为都跌的话 你跌10%对你是江山中股 对他来说没有差别 而且他的资产非常多元 而且你看股市 美国的股市 纳斯达克已经连创新高 有钱人 他的资产贬值是比较低的 因为他基本上的股票 还有他的房产 波动很小 因为美国股市挥足特别快 特别是科技股 但是如果是只靠公司的家长 比较辛苦 不管是中国美国 他们这打击比较大 情业失业 美国有失业金 但失业金的话 也是必需车薪 特别对于有家庭负担 所以大家看看 UC Berkeley UCLA 优势专业 今年会更难录取 因为疫情的考量 很多家庭的预算会减少 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 他们会更愿意去读 UC的这种比较牛的 学校的优势专业 所以他不会选择ED 那些所谓的藤校 康奈尔 宾大这种 工程力没有特别强 但是在藤校里边的 所以说家长要考量一下 如果你的预算允许 你说我就是那些 对吧 可以买奢侈品的 那我觉得对你 反而是优势 如果你更看重那些 工程和人文结合 比较好的那种 东海岸的那种名校 我觉得是个好的 你可以ED考虑一下 因为UCB UCLA一定难 因为大部分学习好的孩子 如果家庭没有那么突出 四年学费那么贵的话 他会选择主控UC Berkeley UCLA 他不会搞ED 所以说他会和你形成 鲜明的这种对比 就是因为UC Berkeley UCLA 还是看净见的 然后第二个呢 不太依赖国际学生的 那个私立大学 有很多很多 你大家看那个比例 只要在图上没有体现的 那些你要小心 就是他实际上财务运营还可以 他不太依赖 所以说他也不会像往常一样打不差 然后另外就是很简单 就看排名 排名不代表教学质量 也不代表将来的发展 但是有一点 他代表竞争力 他代表你多难录 越高的学校录取率往往是特别低 所以前二十个Top10的Liberals College 赶身这些学校的家里边预算没有问题 对吧他不太需要finance aid 他就敢冲 他今天会冲ED概率比较高 所以我建议家长要慎重 然后第四个就是优势专业 那大家想一想 现在身边谁先失业 对吧 失业的先生那些没有学历 做那个在餐厅做服务员 或者在retail store 在那个supermarket 在那店里边 就是做做收货员的 普通收货员 或者一些freelancer 没有固定工作的 那现在最稳的 要不就是公务员 美国的公务员 我是警察 消防员之类的 要不就是工程师 大公司实际上他是停招了 但是那几个特别大的 FAAMG这几个是没有裁员消息的 那些中小型的反倒有裁员 这次大公司会更强 因为这次疫情 Netflix在家看视频的 Amazon生鲜配送 Microsoft他是2B 因为他2B的话 企业这个时候更需要 他需要云端服务 因为你像我们开这个会 我们现在是大概将近200个人 我们需要大量服务器 Amazon的AWS和那个 Microsoft现在的Cloud的Service 他就赚钱 因为你不上班了 你需要大量的带宽去做这个事 董工程家长肯定比我更多 除了脸书 脸书是战对战的问题 Amazon Microsoft Apple 这些公司都爆火 就是他的时代一直窜上 都是万亿级别的公司 而且他业绩真的很漂亮 他不是造假的那种 所以家长要盯着 工程依然是最好的行业 因为传统行业在往线上走 包括奢侈品 今年很多奢侈品行业 因为全球受影响 欧洲美国 他们转战了中国的这个网上市场 在网上购 因为以前奢侈品是不上网上的 网购的话 你觉得太low了 但现在因为疫情 比起来没办法 而且说实话 这个疫情会很难控制 可能长期要作战 所以家长我觉得 比较有建设 会做research家长 还是本身就从事理工了 他们能看到 本身是专业的优势 所以我觉得家庭开始 如果不是特别好的家庭 如果孩子有这个能力学理工 还是学理工 如果学不了理工 学数学统计 数据科学都可以 就是CS虽然难 但是有一些相关的行业 比较好就给大家可以考虑 然后ED的选择 这个是两说 家长千万不要 那我就冲ED ED的基本上集中最强的一批 上一期我们分享 我和Eric那个孩子 成绩没有特别突出 他南加大 什么Emory BC BU都近了 他实际上是走到RD 他不是ED 就是ED你是有问题 如果你没有那么强 你和那帮最强的学生比 你是没有优势的 你会不会比下去 反倒是RD ED那些学校里边 把那些好战都搂走之后 你反倒容易凸显优势 所以家长不要单纯 被那个录取率给困惑 实际上是有很多 这个因素在里边的 然后两极分化 有的大学会倒闭 有的学校会非常火 经济危机和疫情 带来的是更加加剧的两极分化 不管是中国美国 是一样的 我觉得这个时候 比别的时候 更需要关心政治 你们多看看 你就知道这个社会形态的走向 因为我们在见证历史 我们在经历一个 不一样的这个时代 明年 因为好多家长 他实际上来听了 您肯定不是孩子都申请 如果那孩子十一年级 十年级上 宁年不好说 大选的走向 我觉得国际学生 如果不管是谁当选 和中国关系下 不管是处于什么状态 国际学生一定会大量来 因为在国内 是个教育的话 选项很少 我曾经可以家长聊过 家长说 不是我们爱出国 你在一个北京 上海 包括深圳 每个学校房子上千万 教育学生也不好 拼街 出国多便宜 对吧 你出国念个美高 一年几十万 就算有六七十万 四年的话 三百万 本科的话两三百万 还有教育职上还好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是必选题 它有可能会偏加拿大 偏澳洲 但是从长期经济发展来讲 美国一人数选递 只是现在疫情太严重 还有政治不稳定性 所以我觉得明年会有反弹 我不认为明年会有 像今年那么容易申请 所以今年是个特殊的年份 然后大选那到底怎么看 我们今天讲座里边有个重点 就是那你讲了这么多 好深不好深 那怎么看 大家看看 考试这个板块 你可以把它剔掉了 我们做去的一测 觉得亚野还是要考试 但是这个疫情没想到 美国本来是控制稳定了 结果现在又反复 这么搞下去 我觉得八九月份 九十月份才可能恢复考试 那个时候真的是 好多学生来不及了 所以大家要淡化 对考试的要求 我们看疫情 但是还要准备 我觉得还是要准备 如果一旦有考试 你能考 你GP原来不是很强的话 一定是加分 他一定会加分 因为只要这个学校是test optional 他就会看 只有test blind 大家不用担心 前五十里边 只有两个学校是test blind 一个是家族理工 这个很难深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华盛大学 我那个母校 他也不要 但是这两个学校实际上 对一个是太难 一个是本身对加州 就不太友好 因为加州学生不太会去 花多钱去读那个学校 对吧 读一个周外的工艺大学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剩下那些学校 都是要ICT的 所以大家要看疫情 继续准备 但是就不要着急那么早考了 疫情不稳定 大家还是安全第一 然后那既然 中间这个绿色的板块 test没了 剩下这三个板块 都非常重要 大家看看啊 这是我们一个自己设计的一个具体的图 大家看一下 这个standard test呢 在这个pizza里边 只占中间一小slice 就是又有这个 剩下这一堆东西 依然会考察 然后这个 大家看看 前一阵呢 有一个文章比较 populized 在家长群里边 他就讲哈佛 普林顺 他们呢 就是在发了一个声明 说他们考察这些点 其实呢 这些点 我们过去帮学生申请的时候 我们也会给孩子就问出一些东西来 然后提供给孩子啊 因为这些东西就是在申请中要做的 只是他把它highlight了 因为很多家长不知道 过去的话 他觉得sat不错 gpa不错 就不管了 大家看看自我表现 self care 学术表现 这gpa嘛 服务和利他 社区活动嘛 对吧 就是community service 或者volunteer 家庭贡献 哎 这个点我要给大家讲一下啊 家庭贡献呢 我们过去很多学生呢 父母是新移民 英文不行 他们就是充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还有一些呢 家里边有变故 可能亲人缺乏一个 或者是需要照顾弟弟妹妹 年龄差比较大 这个要讲 包括照顾老人这都算 但是你不能无病呻吟 如果你说因为疫情 你要在家做饭 帮着孩子家里边捡草啊 这本来你就该做了 你在那白吃白做18年 对吧 你干点活怎么了 所以家长不要 千万不要孩子无病呻吟 这个是你要真有 而且你看美国有13万人去世 13万人 他们的家庭 他们的亲戚朋友 这个圈子就是上百万人 这些人里边有大学申请的 对吧 他们是真正该写的 就这个疫情 包括那些失业的 家里边父母都失业 他们真正要 有些东西要表达的 就是这个对他们打击 他对人生的思考 但如果你们家庭 家庭和睦 父母这个都是高工 工资很高 你只是因为在家里边 帮我做了饭 修了修下水道 或者帮我倒垃圾 我就别提了 这个还不如不提 靠谱活动属于活动 这个一直就有 这种特别的 大家看一下 那具体在哪体现呢 我给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总结 你看加州大学 四篇文书没变 每篇350字 1400字 8个题目选4个 然后他活动总共有最多20项 包括你的刚才提到这些 这些都是在活动里边体现的 这些地方 有的体现在文书 有的体现在活动 因为你光说大学要这种 那在哪体现 大家一定要看 今年来讲标化淡化了 GPA的话 因为上个学期是pass nonpass 所以今年的文书和课活动 非常的重要 我觉得孩子都有活动 因为湾区的家长 包括在听讲座的 能听到我们讲座的 基本上都是对教育比较上心的 那不管你是通过什么渠道获取的 还是你自己有counselor 活动应该做多很多 现在就是关键时候 你怎么来展现 怎么能够打出自己的特色 不吹也不低调 但是呢 就是很好的体现 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和别人不一样 你的优势 一定要主打优势 然后call map 就是所有的私立 这里边有900多个选择 800到900之间 他就一个主文书 六选一 650字 然后呢 他活动只有10项 大家看一看 老多家长以为 uc的话好深 大家看看 uc的活动是20项 每项的话 350字 个别活动还给你额外500字节 他总共你能写到1400多字 其实还要多 因为uc的活动 是给你额外空间去描述这个活动 如果你的活动 是不出名的活动 你要描述清楚 因为有些人会造假 私立呢 每个私立 只要好一点 他肯定有好几篇文书 你像那个MIT的斯坦福这种啊 大文书一个 小文书一堆 加起来都是上千字 有的学校都2000多字加起来 所以家长要看啊 一般呢 越好的私立 他文书字越多 大家看 uc啊 不管你是你uc Riverside Mercedes 还是uc Burkhard 你都是四篇 然后活动的话20 大家仔细看这两个的区别在哪 活动 uc在我们看来 uc更看重活动一些 他会通过活动里边了解 你这个家庭的这个状况 你所承受比别人没有的负担 还有家庭给你多少助力 还有你花多时间在在别人身上 而不是光学习 因为你补课的活动全然不能写啊 你任何上AP课补课 AP课可以写 补课上SAT 你是没法写在活动里边的 你写的话是起反作用的 因为uc嘛 他是平均主义 他有照顾那些条件不好的 他觉得 你是有先天优势的 你赢在期保线上 他应该给你降分 而不是加分 所以家长一定要慎光 uc非常看重活动 他的空间非常大 而私立呢 非常看重文书 他活动实际上 给的空间不大 他其实主要是看含冰量 而且还有一个私立 有一点家长注意啊 如果你孩子要申请私立 一定要注意 你要问你家孩子 和老师的互动怎么样 如果他的推荐性不行 我觉得要慎重 做异地要慎重 推荐性在私立里边 非常关键 UC不看啊 所以家长就不要 因为异地 我刚才给你一些建议 你们就去冲 你们要综合衡量 很多因素在里边 成就一个孩子录好学校 不是那么简单的 然后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们这个小小女孩 是南班的一个学校的 她是低分高路 她呢3.45的安位的GPA ACT还不错 我们是给他补课 31补到34 ICT是这个样子 AP是这个样子 活动呢 还行 不算突出 其实也就一般的说实话 他所在学校是Montanwistom 有些家长可能在那高中来的 4.0啊 这时候有9%的人是 51%的人是 289 就是上一届 比这个女孩再倒一届的 大家看这个女孩多分啊 她是3.45 什么概念 对吧 大家看他最后进哪里大学 让这孩子 他竟然是排名第三的文理学院 那个希拉里的母校 魏斯蒂女校 魏斯蒂女 魏斯蒂学院吧 这个女校 呃 大家看看 首先呢 大家看看啊 这个魏斯蒂的这个BAR 他那个ACDACD不是特别高 而这个女孩之所以我们当时要敢帮他冲 是因为我们发现他ACD 冲到了34分 34分的话我们就有这个胆去试一把 而且当时呢我们这孩子做选校的时候 我们花了很多功夫在沟通 就是问他去年他们学校录了几个 他们说去年学校生了八个录了一个 结果今年呢让他打听了一下 他发现周边没有点深的 后来我们就说既然这个学校是你的dream school 为这个孩子去参观我学校 他特别的喜欢 我们就让他冲一把 这孩子是个移民 是初中才来的 结果呢 一开始没进啊 他一开始是defer 你申请ED的话 是有rejection 还有defer defer的话会觉得你还不错 放到第二轮里边代币 之所以咱们的GP不高啊 3.45啊 连前50都不到 能进 就很大一个原因呢 实在ACD确实不错 让这个大学混淆了 因为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学校的录取的中值的这个ACD 中值是30到100 1330到152 ACD呢 30到34 也就意味录取里边 最高的25%的人是34分 这个小女孩符合这个区间了 就是他让这个大学形成一个困惑的状态 GP不高 但是Mountainways这个学校又很很强 然后ACD又很高 所以他就觉得再考虑考虑吧 当然也有一文书和推荐性的因素啊 这个文书我们是让孩子展现了他这个新移民过来这个心路历程啊 包括他的不断进去 因为他学这么呃 学的成绩不高不是因为不努力 而是因为他很多别的因素啊 因为他毕竟是个学文科的一个国际学生 这个实际上很难 他初中来的嘛 而且这个高中非常难 难关大家都很熟 这个学校高中非常难 然后我们当时的就在策略上的下手 然后呢 到文书里边下了一些公布 还有活动啊 因为他的他的硬件就在这摆着 他不是权益 那我们能进的话 那肯定就是软件不错嘛 对吧 而这个学校的背景 我就给大家留了一下 这学校大概有80%多的亚裔啊 他之所以说79%呢 是因为他把一些其他组 也没有没有没有categorize 放在一边了 然后另外一个小男孩呢 我们上周刚分享的 我们英文讲座里边啊 那他是多儿体的啊 他这批也不高364 啊 他的ACD更高一点35 然后呢 他的活动呢 我觉得他俩差不多 但那时候呢 可能更强一些 因为那次的领导力比较强 啊 cpr啊 救生员啊 包括在一个 呃 急诊室里边做volunteer 就是可以推那种急诊病人的 这个是很难得到 作为高中生啊 他本身也像个解剖课 就是他呢 这个高中啊 也也很强啊 你看一个啊 一个average就是将近14的ACD 他这个路的是范德堡 范德堡大学是拍15的 比布朗低两位啊 比康奈尔要高一位 这学校非常不错啊 大家看看啊 他ACD35啊 只是他的前25% 我们使用同样的策略 如果你的标划足够高 私立是可以冲一把 但是今年呢 是这样 如果疫情继续恶化 90月份还没法 开放ACDACD 同时 美国这些私立大学 不推迟ED的待办的话 家长要慎重 要慎重 因为你孩子如果GPA 像这俩孩子这么 不算高的话 我觉得ED的话 要降低下预期 因为你的优势没了 往年我们敢让孩子 异地充这么高的学校 是因为他的标划很高 所以家长要考虑 今年情况特殊 具体案子具体分析 我没法在这generalize 所以就给大家一个背景知识 还有推荐性 推荐性非常关键 这俩孩子推荐性都非常好 我们和他的沟通 就知道他和老师这种互动 这个非常关键 想进好私立 推荐性必须要有 而且要很好 然后呢 讲到一个比较简单 因为有些家长 可能第一次听 他没有那个前期的铺垫 有些家长实际上 也可能是国内的家长 那我给你一个最简单的比喻 因为疫情期间 大家都做饭 美食 大家对吃比较感兴 对吧 一会给大家个图放松一下 早期培养 如果你的孩子是8年级 9年级 10年级 你就是培养食材 因为每个孩子不一样 不管是蘑菇 还是肉类 还是海鲜 在这个单品里边 他如果你培养的好 环境比较好 他的那个味道一定是好 大学招生 就像在评价一个美食一样 他要一桌 特别diverse的美食 菜也有肉也有汤也有 这就要均衡 对吧 一个大学就是这个目的 但你的小孩 你把它当成一种美食的培养过路径 如果够早 你可以改变食材 对吧 如果很晚 那就只能注重烹调 给大家举个非常直观的例子 这个我这人对肉比较感兴趣 这个burger 大概美国比较吃嘛 就是这种排的这种牛肉呢 实际上一般不是特别好的牛肉 他就是给他 牛肉末把它做碎了 要不你包脚 要包包的 你做汉堡 他把它做成家属肉饼之后呢 如果你是煎了是实际上没有味道的 哈宝你看做了多少烹饪 因为我不用中国呢 中国那个烹饪你看不出技法来 你看美国 他用薯条做培训 然后呢 他用这个生菜 用起司 用这个burger 这个棒 然后用这个酸黄瓜 各种还有那个呃 就是那个mayonnaise那个酱 就他各种东西就是 还最终还是特殊牛肉的味道 为什么我说12年 这孩子重烹饪呢 因为你的肉已经是这样 就是说你已经物以成舟 或者是有些孩子 和我刚才讲的一样 为什么美国这么大学 有的孩子学能力确实不强 不代表他这个人将来没有发展 也不代表他不是个呃 优秀的孩子 对吧 因为你不能通过学习界定 学习只是一方面 就这种孩子的话 他可能天生他就没法 和那些生下来 就是呃 奥数对 国家对的这个材料 你没法比 他学习上方不行 不代表未来不行 但是 如果你想进好的学校 那你就要通过这种烹饪的技巧 通过申请 来突出这个孩子的优势 呃 来来把他生活中一些善良啊 本分啊 勤劳啊 谦虚啊 呃 孝顺这种东西都可以融到里边 因为大学是喜欢看整个个性的 因为大学是个非常活跃的氛围 这是为什么孩子家长都反反对网课 不光是钱的问题 大学最重要的是 你去和同学的互动 你去同学别人身上学 怎么做人 对吧 呃 怎么锐意进取 怎么遇到挫折 这个摆折不挠 这些这些软软实力 如果你大家网课的话 你其实听老师讲课的话 那为什么不去考Sara 听哈佛的教授 听Stanford教授讲课呢 对不对 所以说家长一定要注意 如果你孩子已经12年级了哈 或者你孩子基础不好 可能GP也不高 SAT也不高 活动也一般 那要碰种种技法 选选择机构 或者是私人过关 我们不一定是你最合适的 但是呢 你也可以考虑一下我们 到时候可以勾处找那个LGT沟通 然后呢 这个呢 就是另外一种孩子 我今天刚读的一个文章啊 特别夸张 那孩子是 那个人是24岁 UCLA中生教授 他8岁 好像就是SAT数学就是760 反正就非常夸张 然后初中的时候就是呃 一个奥数反正就非常强 就那种天台是非常少见的啊 他是Plinstown那个提前录取 念了少年大学 香港的好像是 然后呢 他呢 就像那种日本和牛一样 这种呢 你不要包装 举个例子 如果我们在和学生沟通中 家长来找我们的工作 发现这个孩子啊 他权威 来自一个湾区非常知名的功率高中 呃 两个club的主席 而且非常有活动啊 不光是有这个title 确实有能力 然后呢 做过research调研 然后呢自己就做过non-profit 而且有很多人参加 还有具体social impact 这种孩子就是日本和牛 他自己生长的很好 就是当你培养的话 非常费精力啊 你要用烧酒给他按摩啊 你要给他吃那种特质的食物啊 你要他心情特别好啊 就是要放音乐 这个是很难的啊 但有的孩子天生就有这个状态 呃 那他身体大学就有优势 就一个做法 原汁原味 你就填板烧就可以了 大不了来点黄油就行了 实际上这个火候很关键 就是我们作为姑姑呢 不能够参与太多 这个非常关键 这个案例啊给大家分享 因为这样的话比较直观 因为我觉得妈妈观众我们的比较多 所以我们是希望 用这种直观直观的高业家长 如果你的孩子 你看你的孩子是什么样的这个foundation 什么基础 那你找姑姑的时候要有选择性 如果是一个特别强 特别强的孩子 那姑姑的话就尽量呈现这个孩子本质的东西 呃也帮忙也做了很多策略 但是呃要保持孩子原生状态 因为如果这个人是用 用这个和牛啊 做汉堡也能吃太浪费了 有可能就在这场烹饪大赛里边 呃输掉 所以家长一定要慎重啊 你要评估一下 从孩子印象来看 他是什么样的这个呃 ingredients 然后呢我们就讲一下我们这个公司吧 因为呃之前很多家长跟我们提问 就是问的话 他可能后来发现我就我没有介绍 他们经常在在提问区里边问我们这个service嘛 我们过去太含蓄了 我们就得去稍微说一下啊 啊我们的服务体系的三个部分组成 一个是人才啊 我们这边团队都是全职顾问啊 现在顾问有六位 然后呢 他们的都是全职 我们因为升级计的话会会在10月份压力特别大 呃 坚持的话 我不认为他们稳定 我一定要全职 我们就给他做了非常好非常稳定的这个job security的一个保障 但是他们可以专心工作 而且可以定常讨论开会 团队协作优势互补 呃 所谓团队协作呢 就是他们在和学生搞完出稿之后呢 会把这个稿子发到发到一个共享文档里边 呃 我们大家都去看 包括我个人在内 我会给一些建议 然后他去采纳 呃 我们去理想这个flow怎么样 包括这个这个利益啊 还有那个定位 虽然呃 positioning怎么样 我们都会定位给他反馈 然后他和学生都得去决定 包括school list 呃 我们呢一起的话 要订 我对我要签字 呃 我们一堆人要审核 就看这个school里怎么样 然后另外就是流程 流程的话我们是一个顾问带 全职顾问带这个学生从头带到尾 啊 在中间的时候呢 会加一些那个别的顾问在里边介入 因为有的时候孩子在一个地方start的话 他需要别的support 系统的话 呃 就是这个大家看一看 我们是个有个progress tracker 这个学生这是目前我们也有这个学生啊 这个孩子只申请UC 呃 家里边预算有限 然后呢 大家看一下 他目前已经完成了 他是6月14号开始的 我们一个会里边可能完成好多items 这我只是结了1分之1啊 还有好多要做的 我们通过这个系统来来make sure 孩子每一步都做的比较完善 啊 这是我们自己开发的一个系统 啊 然后我们也保证整个过程不出问题 因为人都会出问题 最后一个就是公平灵魂 因为有些家长昨天有个家长咨询就说啊 那你那那那我们不退钱 我们我们会是啊 后来我们说谁跟你说不退钱 我们的我们还是遵循一个公平灵魂的原则 因为我们之前呃 共识的公司有这个问题 霸王条款 这是行业的通面 所以我们是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是比较呃 有这个胆量保证我们的服务 啊 虽然我们过去几年有些家长是选择 那不合作了 我时扣扣掉小时费剩下就是您的 所以说我们的公民和合同非常公平 没有那种霸王条款 我们按小时扣 我们是学的律呃律师事务所的做操作方式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服务给大家看一下 太细了 我们就不说了 选校我们经历的步骤是左边 然后包括啊 选专业我们都有具体的流程 这个呢 就是我们科学活动 有些孩子十一年级啊 因为今天假期这个疫情的影响 他们就就慌了 不知道怎么搞 所以说我们给在做客活动的时候 我们也有一些啊 这方面一些建议有个服务 这是我们集体讨论的一个结果 然后这是第一次meeting 我们会收集一些信息 然后这个是文书啊 家长注意一下 如果你还得经验申请的话 这个文书啊 就是我们的一个大的方向 细的我们没必要go over 就是我们先收集资料 和孩子沟通 花很多时间沟通 前期的话非常的重要 然后呢 呃之后我们会有这个outline 就是说我们会把啊 这个框架打出来 然后在第一个draft 然后在mid draft 我们会花很多时间 我们最有价值的一个部分呢 就是团队协作 给大家get a comment 因为这么多人换的话 不同的背景 呃 不同的经验 呃 我觉得这样能够让我们有盲区 因为每个人他是有有bias的 OK 好的 谢谢笨老师 第一个问题呢 是有家长问到 呃 大学选什么专专业对以后学习法律呃有帮助 上法学院有帮助 呃 我们之前有一个分享就是关于法学院 专门有一期啊 我自己给大家呃重复一下 呃 呃 其实无所谓啊 法学是唯一一个呃 不来那个就是不在乎专业 它和一不一样啊 它和那个计算机也不一样 呃 反倒是你如果学那种所谓的叫law enforcement 这种专业的话 会给你减分 因为你学东西 法学院也会再学一遍 而你本科教育法学院是不屑一顾的 他觉得你脚的不好 所以我觉得家长啊 你不应该问选专专业对身心法学有用 你应该问你家儿子或者女儿 最喜欢explore什么专业 这个是最对的问题 这个人啊 我觉得人的话 从18岁成人读大学到他退休 啊 中间家庭啊 有处理家庭与别的休息时间啊 他能够active working的时间非常少 如果这个人不走自己的优势项目的话 而是为了所谓的就业率啊 啊 所谓的这个这个好像好赚钱啊 他一般赚不到钱 为什么 因为他不了解自己 我觉得很多人是缺乏self awareness 你可以通过你父母啊 朋友 亲戚 mentor 顾问 老师的反馈 来了解 你作为一个 呃 作为一个个体 你性格上的优势是什么 你做什么事比较擅长 这个和你的专业相关性特别大 举例内向外向 这两个性格呢 就会让你的专业有非常大的区分 还有你是一个逻辑思考型 还是发财型 还是想象力丰富 所以说我觉得家长 我不了解你的孩子性格 我觉得要从孩子性格出发 有些什么东西是他在没有你强迫他 没有受别人影响下 他自己在 做的 你看人家儿子 他YouTube频道在关注什么 你就知道他的兴趣点在哪 而且他喜欢的东西啊 他在这么多年的记录里边 他已经是个小专家了 这个很关键 对他选择也非常关键 哎 OK好 那下一个问题 呃 如果孩子不知道选什么专业 呃 公司的顾问会如何帮助孩子找到他们的兴趣所在 我想可能是家长刚才看你那个workflow的时候 呃 你们要说的太详细 哦 想了解一下 对我们是如何帮助孩子找到他们兴趣所在的 呃 intake里边我们有哈 我们是这样 我们有有有有就是呃 有一个工具 我们是有一个一个是性向测试 呃 一个是职业的潜在职业测试 测试的很准 那个不是告诉你做什么职业 它是告诉你的性格 大概是什么状态 呃 然后再和孩子建议一些 因为很多时候说实话 孩子对大学专业的了解非常的肤浅 包括对一些行业了解比较肤浅 而顾问这边比较熟 他们经验加上这个工具两个结合 给孩子一个方向 去去explore 而且如果您家孩子是读呃 美国大学啊 不管是公立私立 其实他都是按学院分的 不是按专业 你在这个学院里边还是有一定灵活度的 而且很多学校是可以双专业的 大家不要对专业这么呃 这么纠结 没问题 我觉得就把这个大方向定好 就比较关键 嗯 OK好 下一个问题 嗯 有家长问这个哪个大学适合读电脑和音乐 双专业 我们去年一个学生就是他录了南加大 UCL UC Berkeley NYU他没生后来放弃了 啊 budget的问题 呃 他有那种专业就是音乐制作 还有这种相关的 南加大比较强 纽约也比较强 这俩学的音乐和艺术都比较强 嗯 但这俩学比较难进 啊 然后CMU也有 是这样 音乐我们两年前有个学生啊 啊 他很强 他音乐是在卡内基号一年表演两次吧 他还能编曲 啊 实际上他也没有深这个这个结合的专业 因为本科的话 我觉得还是fondamental 你这么早就开始二者结合的意义不是特别大 你还是选一样 要不是音乐 要不是计算机你走得很强 然后研究生或者工作时候你再结合 你可以minor甚至double 但是你的本身的本身的技能要非常强 这两个要有一个你是非常专的 我个人不看好音乐啊 音乐的这个东西主观性太强 你怎么见得一个好的音乐 我刚才觉得如果孩子有这个实力 还是以计算机为主 以音乐的话为辅 好的 下一个问题 家长问这个 请问精算学毕业后是做什么工作 就业前途如何 谢谢 请问您刚才说的孩子测试学什么专业 要额 要收额外的收费吗 不说不说 这都是免费的 那个测试是两个版本 如果第一个版本测不出这个专业来 我觉得我们会用那个付费的专业 付费的也好 我个人比较偏向于付费那个 我就是那么测出来的 我之所以今天我慢慢知道 我好像有一点各方面在信息收集上有点优势 就是感谢我研究生测试 也不贵 大概好像五六十美元 如果加钱的话可能测的更多 那种普通的我们试过 免费那个已经非常好了 没有问题 那就一定能测出来 我们的学生我们都是不收费的 而且我们最关键的是我们的分析 就像做一个诊断一样 我觉得分析比较关键 这个顾问的团队 这帮人的智慧非常关键 还有经验 而另外毕业精算是这样 精算的话 他实际上走保险行业 还是金融行业去的比较多 大公司限度比较少 我个人觉得数学好的孩子 精算可以考虑 这个比统计可能薪资更高一些 但是你如果想让孩子将他发展更好一些 我觉得还是做一些有创造力的工作 好一些 精算可以 精算一定是比会计统计要好一些 这是一定的 将来的话保险这个行业 这个领域 还有投资这块英文比较广 就业前途这个行 我觉得回到刚才那一点 就是那个 就业前景和你孩子的 这个本身的优势和他专业结合度 这个非常关键 你在任何一个行业里边工作 这个孩子如果这方面比较有碳膳 有特长 他会一直在继续 就是 他越有优势 他越做越做越有优势 这是一个循环 如果这孩子你也得选了一个看似赚钱多 但他性格非常背 就是背道而驰 这孩子内向 你要出去推个东西他就很尴尬 你要做商业 学商 他都很累 他每天是和自己在对抗 他活得非常纠结 他工作也不开心 我觉得美国有个好处 为什么这么看重扩外活动 就因为扩外活动里边这种社会实践 会让孩子找到自己的优势 通过通往的反馈 通过他自己的一个体验 他不需要在社会里边自助封闭 太晚了 给大家举个比较悲惨的例子 这学生不懂的学生 他爸妈有两年前找我一个顾问 他问了顾问还没有跳槽跟我干 然后就聊天说 孩子有7GPA UC部会被毕业的 学生5 本来小学1的 这GPA又完了怎么办 后来我们说 我说没事 有些学生还可以考虑的 但不行 我们就申请前二十 就是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 你GPA已经毁了 你怎么可能前十前二十要你 前三十都不要考虑 你如果本科GPA低的话 你研究生就不要考虑了 就不要考虑好学校了 但是同样 如果你本高度GPA高 那你要降低自己预期值 特别今年没有标划的成功 所以我觉得 家长这个定位非常关加 太多的时候学要教你 如何如何学别人 而从来没有问 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没有给你低低低的反馈 这就为什么我觉得 顾问最大价值不是升线大学 而是帮你 对自己有个清晰的了解 大学的所有的文书 都是在问一个问题 你是谁 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 你将来要去哪 都是这些问题 所以家长千万不要觉得 为什么孩子 我们孩子ABC 学校的school editor 都写不了SA 因为从来没有学校 和父母没有教他 对自己有个定位 从来没有 好的 下一个问题 家长问 为什么今年一地申请会不容易 不容易是相对的 如果你要打一些 你几个例子CMU的CS 或者哥大的CS 宾大的沃顿 是这样 今年为什么一些大学好学员 首先他受了什么打击 国际学生流失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 很多家庭失业 很多孩子不能去读书了 他可能就不能读昂贵的私立了 这是非常现实的一个东西 但是我都跟大家讲过了 这次经济付出最快的 就是那些高定值家庭 他们本身就有钱 而他们就读那种私校 失业对他来说没有影响 因为失业是失业他们的员工 他们是老板他们不可能失业 对吧 他们通过政府的救急 和这个裁掉员工 他们还赚钱的 老的企业现在更赚钱 为什么 一个是抵税免税 再一个他可以找这个借口炒员工 老的公司实际上不缺钱 对吧 所以强者更强 弱者更弱 如果一地你们家孩子不是那么强 你纯粹还是觉得说 今天一地容易深 我就深 我觉得挺吃贵的 一地你要打那些 排名没有那么厉害 或者专业没有那么厉害 那种学校 这个是可以 但是本身就是传统前二师里边的强效 有一地的还是好专业 我觉得你要慎重 你的profile还是叫专业人士看一看 敢不敢冲 因为那帮人的话 受经济影响和国际学生影响非常小 我刚才给您看各大 那么多留学生 你千万不要被误导 他本科各大留学生不多的 他主要就是研究生认 好下一个问题 孩子现在十年级公里高中 排名加州510名 想换到一个非常好的私立高中 问一下您的意见如何 实际上就是孩子很有能力 然后家长是想让他上私立 但是孩子自己不是很想 不喜欢这个学校 所以有矛盾冲突 然后想问一下 您对这个私立有什么看法 您的意见 我大胆猜测一下 孩子不愿意去私立 私立的体验肯定好 包也小 东西好 我觉得是友谊 我记得当年 我读一个非常好的私立 我们这边一个挺贵的一个学校 当时就因为我分班 我碰到特别好的朋友 把我们俩分开 我抱头痛哭 然后我那朋友跑到侧头痛哭 就是你不要低劣这个小孩的感情 我当时好几个礼拜没看完 又找了一个特别清头一合 我们也又喜欢打篮球 又喜欢看周星池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家长 可能就是作为一个撑的角度 觉得友谊的小船 说翻就翻 但是不是 孩子这个阶段 他非常在乎感情 我觉得你要问孩子 是不是因为他 舍不得这帮朋友 如果这个是的话 我觉得你不要送他去私立 公立的话 你省现在的钱 你可以找好的一律一的老师和顾问 可以把这个 他缺的东西补上来 没有问题 你甚至可以找一些 他缺课的那些 老师就专门给他做一套课 和那个home school一样 你为什么非要和学校交进 你孩子不愿意去肯定有原因 只是孩子要不就不愿意很解释 要不就懒得解释 我觉得你要问清 这个根本原因是什么 一般孩子是愿意去私立的 私立调教好 他不去私立一定有原因 但如果是早恋 这就另说另讲了 这个我不好说 OK好 那个下一个问题 孩子和老师交流不多 有没有其他渠道提供 有价值的推荐信 没有 没渠道 举个例子 我曾经有个学生 父亲很有实力 在非洲一个国家搞石油开发 都是坐那种头等舱 那种会睡觉的飞机 来过这次出来 他是可以拿到这个国家 总统推荐信的 后来我们做了这方面的调研 没有用 除非这个总统是前校友 或者这个总统 和这孩子有直接接触 但是没有 一看就是关系 因为说实话 赶上哈耶普斯玛的 总统能搭上关系的人不少 全世界这么多国家 所以没有用 那个推荐信是建立在你本校老师推荐信的基础上 如果你在外面资源很多 找了很多推荐信 那你本校推荐信也不能差 为什么呢 为什么你在学校老师天上和你见 你评价那么低 或者很一般 你外面那么好 那你是不是要怀疑这个信的真实程度 还是你父母有没有参与 这是个基本的逻辑 首先你读大学的话 他们是最相信是高中counselor 因为那是和你们一天朝夕相处的人 对吧 我觉得家长的话 还有我刚才那个家长的就是孩子爱恋 我觉得你们现在纠结矛盾点就在孩子 我觉得你要尊重孩子选择 已经十年级了 无论男女 你要尊重他独立性 美国长大的孩子非常有独立人格 你千万不要说 为了你好怎么着 你要为了他 你要尊重他选择 你帮他解决问题 把问题落清了 你解决 而不是要硬来掰 你说将来你就后悔了 你就明白了 不要有中国的思维 千万不要 美国长大孩子 他有独立自主的意识 你千万不要提满他的空间 好吧 下一个问题 请问你们是如何帮助学生准备大学申请文书的选题和选材的 看人看孩子 前期在brainstorm和收集信息的时候 我们花最多的时间 我们估计过 做一个UC 我们基本上是要30到35个小时 就这块 但也有少的 效率高的 就是在孩子沟通 你想想 做孩子这么简短的 这个十几年的生活 我们怎么去把一些东西给挖出来 因为不是每个孩子像我一样建台 对吧 找一些有用的素材 我们在里边找一些比较有价值的东西 然后再深挖 然后我们就开始 就像想一个剧本 举例的给你家儿子写一个剧本 用一个五分钟的短片介绍你家儿子 我们其实在写这个剧本 我们希望这个孩子的形象能够在纸上 在那个文章上 越然纸上 这种感觉 所以收集素材很关键 因为很多是无用信息 或者很多家长认为有用也没有价值 所以前期比较费劲 我们在这工程中 我们就结合 我们找着孩子不一样的点 你举例的 我刚才说那个牛肉是吧 我就把孩子比喻成食材 你可以是蘑菇 可以是牛肉 可以是油菜 可以是苦瓜 可以是鸡肉 可以是羊肉 海鲜也可以 我们就在找这个孩子独特性 因为我们不是说 肉类分 菜类分 这个不行 这个你要这么做的太多 你没法做 真正好的厨师 是说这个原材料的这个texture 这个季节 和什么颜料最配 这么是我的目的 所以家长 我觉得 我们对孩子没有了解之前 我们不能乱讲 对吧 所以我们就是说 以孩子为本 因为每个孩子在我们看来 都有自己的特点 OK好 我们再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吧 这个家长 他把孩子的情况 写得比较细致 所以我们回答一下吧 如果孩子成绩不高 考比较低分的UC 比如UC Riverside 还是考比较出名的CSU 像CSU South State 我想他说的 可能是 就是South State University 明白 我觉得这样 家庭条件吧 如果你们 UC对你们都说负担的话 孩子比较多 因为每个家庭情况不一样 我觉得South State便宜一些 但是如果钱对你们都不差 因为UC大概1万多 1万4年吧 South State能偏一个几千 差不大 我觉得教育的话 该花钱花钱 这时候不能省 这是个最值得最有价值的投资 我个人觉得你如果3.1 你CS是肯定选不了了 商也也还够呛 所以基于这个前提下 你应和去Rawasite 也要去South State 为什么呢 如果将来出财务状况危机 South State 现在有问题 他会裁员或者干嘛 我曾经看过一个纪录片 一个老师在South State 教英文课 写作课 他自己是homeless 他不是那种特别脏的 他只是没有房子 他住在车里 这真事儿 因为美国为了省钱 这帮探量大学呢 雇用大量的contractor 他们没有保险 没有41k 和我们完全不一样 他们请了把老师做教课 因为老师因为他的时间非常分散 今天这边教课 明天那边教课 他们就没法找一个正常的工作 他们也喜欢教书 所以这些老师呢是被鱼肉的 然后他们呢就是这些CSU老师 CSU大学最喜欢雇的 因为他们的budget低很多 而UC呢相对稳定 UC再砍 他也比CSU有钱 所以大家要知道啊 经济不稳定 经济萧条 这么走下去 我觉得你要选更稳定的 UC Riverside可以 而且那个地方的话 我觉得商科也比较好近 可以让孩子学一个商科 就是在本专业的情况下加一个商科 这样的话就业比较好 我觉得不是问题 就是说从安全考虑 我不太建议Sunwood State的 除非你是计算机 你如果不是计算机 我不建议去Sunwood State的 OK好 好 那今天的讲座呢 那我们就到这里了 感谢邓老师今天的分享 希望我们今天的讲座呢 能帮助您和孩子更全面的了解 今年大学申请的趋势 大家之后想了解更多Enlightings的服务 还有我们的这个案例 欢迎您来电 或者是扫描我的二维码 加我的微信咨询 那我们每周的讲座 都会在我们的家长群里面预放 然后如果您有兴趣加入我们的这个家长群的话呢 也可以扫描我的二维码 然后我来把您加进去 我们的家长群里面呢 会有一些干货文章啊 还有平时我们讨论的问题 也都会在群里面跟大家分享 好 那今天讲座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参与 也谢谢笨老师 谢谢大家的观众 谢谢大家的观众